我是汪 今天我們要繼續來進行 阿百百傳說 上上上上上一集 我們來到了這個可愛可愛的小村莊 我把一個村民窮盡了在這邊 他就是我的小小努力 阿 汪汪就做了這個貿易年建 我可以跟我距離最近的村民 直接來進行交易 但是他不讓我交易 這時候我們該怎麼辦 我們就直接口爆他即可 喔 他想跟我交易了呢 我就用這個方法獲得了很多綠寶石 現在我們有2000萬的EMC可以使用 所以這一集呢 汪汪就可以來生產出這個 終極力量花盆栽冠了 但是汪汪不想要那麼敢進度 我們輕鬆一點嘛 對 今天這一集的話 汪汪就是想要簡單來 稍微逛一下這個村莊 因為我們還沒有在這個村莊探索過 那除了逛村莊之外呢 之前我們玩RPG模組的時候阿 我們不是有獲得一些礦物嗎 就比如說這個 诶 糯米特礦跟這個魯比礦 那之前我們還有找到這個阿爾米特礦石喔 這好難唸喔 但因為之前我們的稿子等級不夠 所以我們挖他的時候他沒有掉落 所以我想再看看可不可以挖到這個礦石 我們可以來搞一個這個阿米勒錠 然後跟他做成這個暗影石錠 再看看這個暗影錠可以做什麼 哈 那我們就先來簡單探索一下村莊吧 我們先來看一下 鐵匠鋪的部分 鐵匠鋪有東西嗎 沒有東西 讓我瞧瞧看看你有什麼好東西 喔 終界袋 攜帶終界儲 喔 就是一個終界的儲物箱喔 喔 不錯喔 我現在還沒做袋子 這個東西不錯用 那 欸 食物的部分 我好像可以直接放槍械齁 但我先不放他 我等一下可以來做一些更好吃的食物 喔 有兩顆鑽石 小蜜蜂鐵製的還有 喔 磁鋼錠 喔 我獲得磁鋼錠了耶 WOW 換牙者魔杖 還有 也給我太多東西了吧 這個 這麼多東西是沒有問題的嗎 那我就先把它挖掉吧 看一下還有哪些屋子可能會有寶箱 這個屋子看起來有點漂亮 它這邊有什麼 展示框架 上面有啥東西 工程師櫥欸 這個是可以做什麼用嗎 欸 它是怎麼做的 用鐵根啊 這個是 曾經是工業的玩具是不是 那我就先收集一下好了 欸 這是 喔 這是箱子是不是 喔 裡面還有一些小零件耶 欸 好 先收集一下好了 雖然不知道有什麼作用 通通丟進我們的那個小箱箱裡面 喔 這邊還有 呃 這個是銅錠 喔 有銅了 喔 東西開始有點多了唷 喔 好像沒什麼特別的玩意兒呢 那上面那個好像也沒東西 而且 我們的村民好像 被殺死了不少 欸 看不到其他村民了耶 其他村民 不存在耶 真的 都沒有看到 喔 有 看到那邊有一隻村民了 就一次而已 你有賣什麼特別的東西嗎 呃 線 好 那 喔 這邊有馬鈴薯 馬鈴薯也可以順便來收集一下 那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汪汪簡單搜刮了一下 我發現有一個工程師藍圖耶 它是 一個普通子彈的藍圖 而且它還可以升級 欸 這個東西 是用青金石還有這個鋼板製作的 喔 感覺 好像有點複雜 我們先 收著它就好 那這個木質儲物箱 我發現 它跟我們的戒服箱一樣耶 它可以儲存東西 我們可以把一些 我們沒有EMC的東西 儲存到這個裡面來 在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做一點好吃的東西 嗯 我們可以把蘋果跟金 混在一起變成金蘋果 我們現在的資本應該是 夠吃金蘋果吧 來看一下哈 丟進去丟進去丟進去 複製山主金蘋果出來 丟到我們的 呃 這個 槍械的這個背包裡面去 啊 我們現在 開場只有金蘋果可以吃了 真不錯 我想來做一下 鑽石 欸 我們來做 房屋模組的東西哈 PRE 來做我們上一季結尾的那個玩意兒 就是我們的整地器吧 會需要 十字鎬三個 跟十鏟三個 我們先把它做出來 有了 我們的整地器完工了 那它會要壓住 Shift鍵來看它的提示 它會需要跟 三倍壓縮石頭 用鐵針打在一起 所以呢 除了它之外呢 我們還要再做出 房屋模組的這個 三倍壓縮石頭 它就是九層九層九個石頭啊 那我們之前也講過了 所以我們就簡單說一下就好了 接下來就是一個 鐵針 啊 我們鐵很多 沒有問題的 鐵針也出來了唷 啊 我們雖然其實還有獲得命名牌 所以我們可以來給這個村民 取一點小名字 我就先找一個地方 放下我們的鐵針 然後來把我們的整地器 跟我們的三倍壓縮石頭 打在一起 就可以啦 那接下來 取什麼名字好呢 我決定叫它 擺楷之聲聲 好 那你就要擺楷之聲聲了呀 命名 OK 我們準備出門吧 那這個 傳送石碑的話 挖掉它 它應該也有EMC 來 我們給它紀錄一下 那我們也可以 來把它重新放置一下 喔 給命名字喔 這就它口爆村好了 因為我是在這個村莊 口爆村民獲得很多綠寶石的 完成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 再掏出個傳送石碑 等一下有遇到什麼東西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這樣傳點回家了 那我們來到 欸 這個東西好像 裡面有一些玩意兒 來看一下 喔 有蜘蛛生怪磚 挖掉 這個東西 不允許存在 我們來到我們之前 在水下挖洞窟的那個小地方 來用我們這個整地器挖一挖吧 簡單插個靜止火把 然後放出我們的整地器 請問你要移除這個空間嗎 是的 哇嗚 乾乾淨淨 啊 有些東西被燒掉了 喔 神奇水晶 就可以先來收獲一些礦物了 背包應該是不夠塞齁 那我可能要再做出一個煉金樹背包了 那既然靜止火把也放這邊了 我就這邊放一個傳送石碑吧 這邊就叫做那個挖礦區之類的 挖礦區 呃 A 呃 E1 呃 之類的 就完成 我們就可以傳送回去了吧 喔唷 回到恐暴村去了 那這邊東西 啊 我先收一下哈 喔喔喔喔 盧比礦 喔 只是盧比礦 喔 阿彌特礦是出現啦 地板乾乾淨淨了 我們就可以回到我們的 口暴村裡喔 那挖礦區我還是直接叫挖礦區好了 不然感覺有點 看起來不太舒服喔 啊 回到家裡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來做一些什麼玩意兒哈 我來再打回我的那個等價交換 啊 我們這個整地器啊 它是有耐久度的嘛 所以我們再來做一個耐久度修飾符咒 它在這裡它會需要這個 低等粉 中等粉 高等粉 那它們的做法分別就是 鵝卵石跟木炭 還有鐵跟紅石 還有鑽石跟煤炭 那這些東西呢 煤炭汪汪的私底下挖了一下 那上一集我們還有獲得 泥土嘛 所以我們就順便再來把這些 黏土燒成紅磚頭 那阿彌爾礦石就可以來去燒一下啦 來 低等粉 做出來 接下來是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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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粉 做出來 還有高等粉也做出來 通通做出來 那這些東西呢 再把它通通丟進我們的轉化桌裡面 去記錄一下EMC 耶 高中 低粉都有啦 就可以來做我們的修飾符咒啦 做出來 那把它做出來之後呢 我們這個整地器它的耐久度就會恢復了 我們就可以無限使用這個整地器了 阿剛剛我們背包空間不太夠嘛 所以我們再來做一下煉金樹之袋 它會需要先做出我們的煉金樹箱子 那也會用到剛剛的三種粉 跟這個是石磚嗎 還是普通的石頭啊 呃 應該是石頭齁 那我們去拿一下石頭好了 正式的 小白現在裝了這個東西 要讓我看不清楚這個到底是石頭還是石磚 真的很討厭耶 那就把它做出來吧 有煉金樹箱子有了 那順便再把它們都丟進去記錄一下 這樣子我們到時候可以無限掏出來 煉金樹箱子 超級大背包空間 那就再多拿一個出來 這樣子我們可以再做出我們的這個煉金樹之袋 呃 需要羊毛跟這個高等粉 做出來背 喔 這樣子我們這個終界袋就 就 這個終界袋空間就這麼小 然後呢這個煉金樹袋 空間這麼大 所以這個煉金樹袋就可以丟掉 喔不是這個終界袋就可以丟掉了 因為這個煉金樹袋 它也算是終界箱空間啦 只是它更大 那就 呃 終界袋掰 哇喔 好多小蝙蝠喔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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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擾我工作 你這樣一直在我旁邊叫叫叫的 這樣子我沒辦法拍片阿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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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地板上插了很多鏡子火把 但如果夜晚突襲遇到那種動物狂歡節的話 我們還是會超越攻擊阿 因為鏡子火把它不會防那些動物什麼的 然而那些動物還是會揍我們 好好地躲在家裡吧 那我們煉金樹自袋做出來了 我們現在就是想辦法讓我們獲得掉落物 可以直接塞到這個袋袋裡面 我們就要做出這個黑洞指環 那我們就會需要用到暗物質了 可以再順便做出這個以太密度寶石 可以幫我們把一些石頭阿 有沒有 有的沒有的東西 轉換成紅物質那些什麼的 那暗物質的做法的話就是 會需要這個永恆燃料再加上鑽石塊 這鑽石塊也變得好漂亮好討厭阿 那永恆能力要快的話我們之前也介紹過 它就是4乘4乘4個煤炭 我們就來做這個煤炭吧 來看一下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然後再加上賢者之石 就可以轉換成這個煉金煤炭了 把它做出來 有點做不出來 不能一次把它通做出來 好吧 那我用合成台好了 合成台會比較快一點 來來來來 看來 這個賢者之石還是會有一些小缺陷在的 然後再加上4乘4個 有烏莫比燃料了 然後再把它分解 CDR變成我們的永恆燃料塊 把它拿去紀錄一下 來通通紀錄紀錄紀錄 我們就拿出很多很多的永恆燃料塊 把它跟我們的鑽石磚搭在一起 就會變成我們的暗物質了 好 通通都可以做出來了 那先跟各位說一聲很不好意思阿 汪汪這一集可能講的會稍微快一點 因為這些東西我們上一季都講過了 那我就繼續開始唷 我就再來做一個 我們要做這個鐵指環嘛 這樣子我們才可以做出我們的黑洞指環 那我們就先做一個火焰護符 火焰護符會就要岩漿跟我們的暗物質 就通通做出來 接下來呢 只要再把它圍一圈鐵就可以了唷 那這個熔岩護符就不會消耗掉了 它很棒 它就是一個無限的熔岩 就可以來做出我們的黑洞指環 太好了 黑洞指環出來了 接下來再把這個以太密度寶石也順便出來 它是用黑曜石 這兩個東西都有了唷 那黑洞指環的話就是按一下 它就會變亮 把它放到我們的背包裡面去的話 我們把東西稍微丟出來一下 它就會吸到我們的小包包裡面去 不然開到合成胎了 有看到了齁 鏡子火把通通吸進來了 接下來就是這個以太密度寶石了 以太密度寶石的話 我們按G鍵的話可以更改它可以轉換的目標物 我們把它轉換成最高級的紅物質 然後呢我們再對它點一下右鍵的話 我們可以選擇它的黑名班白名單 我們就把它記錄一下 我們不要這些礦石 我們等一下挖礦的時候 我希望這些礦石通通去除掉 它就只會消除掉這些東西 就白名單 那黑名單的話就是不會去除掉哪些東西 我們開始很白名單的 然後壓住shift再對它點一次右鍵 它就開啟了 我們也是把它放到我們的煉金樹袋袋裡面 這樣子我們等一下就可以好好的挖礦了 最後再來做一件事情啦 這個修護符作它可以放到我們的腰帶配件上 我們就直接把它放上去 喔 節省我們包包的空間 來到我們的挖礦區吧 這一集我可能不太有空來繼續介紹 我們的這個阿爾米特礦石了 我們下一集再介紹齁 我們這一集就輕鬆挖個礦好了 我也想再稍微往下一點齁 看一下我從6開始挖好了 因為在下面一點的話 還會有一些其他的礦物可以讓我挖到 就比如說龍族科技的礦物之類的 我們就來稍微挖一下齁 來 這邊啦 我要見到 YA 可以直接吸了嗎 喔 有 有岩漿 把岩漿去除掉 我不要岩漿 岩漿去除掉 YA 喔 有有有 是龍族礦 龍族礦挖一下 這個很需要齁 有了 龍族礦有了 我們就可以再做一些其他的東西了齁 龍族粉 恩 對不起 我忘了又要多講一些東西了 我們來做出龍族科技的那個磁鐵齁 龍族粉通通拿去烤一烤 就可以變成龍族錠 我們來看一下龍族科技DRA齁 那我要找到那個神奇的小小磁鐵 他除了龍族錠以外還需要傳送器齁 喔 他需要烈焰粉 那我們要打烈焰神 那我們就用賢者之石來變出一點烈焰神來吧 那周圍應該會有 會有怪物 怪物在飛 我打不到怪物 那那那我再來做個RPG模組的武器好了 應該會有一些遠程手段可以給我用吧 來找找齁 RPG模組弓的話 我們應該可以來做做看這個夜曲系列 喔 有暗影錠可以做出這個死亡夜曲 那這個我們下一集再來做好了 我們先來做一些比較簡單的夜曲弓齁 還有生命夜曲 這個是要用熔岩寶石 我們現在沒有 那這個 嗯 這個是要打Boss才會掉的夜曲是不是 那我們來做這個 射手夜曲 用鑽石就可以做了 他會有100耐久度齁 我可不可以多做幾個啊 他可不可以疊加 來看一下齁 他好像是不需要 嗯 嗯 好 他他需要疊加 那就玩玩看他唄 就試試看他有什麼能耐 射手之夜曲 喔 他是雷電攻擊喔 喔 雷電攻擊 這樣子就不會被我們禁止火把干擾到了 但是我剛把他們殺死了 所以我要再去找怪物對不對 這邊還有一隻羊 是我剛變僵屍表演變出來的 我們雖然現在沒有卡來人能量之星 但是我們可以用這個紅石來變他齁 喔 你們很酷喔 你們都喜歡飛來飛去喔 那我就靠近一點使用閒者之石的寶珠功能 按下去 這是羊 那你是什麼 呃 我不夠高我射不到他 那我覺得 呃 呃 烈焰之神 還是下一集好了 畢竟我們這一集 呃 會被禁止火把干擾到 喔 是史萊姆 那我把你變成很多很多史萊姆就會 呃 我還是把禁止火把打掉好了 來來來 下來 通通下來齁 不要再飛了 你們飛屁飛啊 下來 下來 呃 呃 呃 那那那 我覺得我們今天這一集進度很夠啦 起碼我們做出這個 很好玩的射手夜曲 我們可以直接來電爆這些怪物 酷喔 那今天就這個樣子 下一集的話 我想再研究看看 用房屋模組可不可以再 初期有沒有什麼更特別的方式 來變出我們的很多EMC 那 感謝各位收看 掰掰 訂閱汪汪 大讚汪汪 同爆鈴鐺 監視汪汪 覺得香香 記得分享 協助汪汪 煮店母湯 嗯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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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